這個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 他們抽到了 帳面上沒有的G賞 G賞貼滿了 帳面上沒有了 他又抽到 好尷尬 小賞又多了一個 藏不住 很尷尬 這當下很尷尬 他老婆當時就說 不好意思 G賞明明配率表上面已經滿了 為什麼還有G賞咧 店員就平淡的告訴他們說 他們是不小心混到 混到一番賞 好不小心 對啊 這樣其實蠻那個的 你就是混簽的意思 他們當時就想說 算了 反正也沒差嘛 小賞也沒差 就再補一張 蛤? 你說中了欸 又是G賞 而且他們又G之後 又再補一張 然後又G 連二拉二 最後連三的時候才是第一賞 我覺得就已經成了定局 就是混簽啊 就是混簽 這時候他老婆注意到說 盒子裡面剩下 六張 簽紙 但是配率表還有八張 那這就很奇怪啊 這帖文的內容告訴我們說 他不只混了簽 還混了簽 特別過分 很過分 就是雙重的惡劣 對 Double惡劣 超壞 Double惡劣 哈囉各位小朋友 我是聽眾的 今天我們要來敘述一件 近期發生的一個很嚴重的大事 這支影片壓力很大 好嚴重 好嚴肅 講不好的話 會被人家告 而且這如果一告起來的話 我死路一條 所以這支影片要好好講話 你有沒有心裡準備回憶 我開始在想拍子 哈哈哈哈 人家開始想 好好笑 不能講幹話 今天在一番賞的社團啊 還有各大群組啊 發生了一件爆料結局的事情 跳上去 身為一個一番賞的店家 確實要出來好好的講一講話 而且每次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第一時間的跳出來啊 我們不會是這樣子的店家 事情啊 發生在今年的7月16號 他標題很兇 極為糟糕的一番賞消費體驗 他還有指名道姓 真的喔 你說指名店家 對 就是他說在7月16號的當天 那個貼文這樣寫 他跟他老婆 兩個人在綜合的某間百貨公司 抽一番賞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抽 鬼滅的最新的一番賞 就是這一套 日本正版的鬼滅最新的一番賞 大獎只有A B C D 這四個一番賞 然後他說 當時他看到的配率很棒 剩26抽 公仔剩下B 還有一隻 C賞 練柱兩隻都在 D賞也在 26抽 對啊 加最後賞的話就5隻了 這樣5隻欸 肯定抽欸 而且26抽的這個情況下 其實也不用抽了 大概就是包套也賺錢 也賺錢啊 他們當時啊 先買了5抽 都是小賞 結果後來又再買了5抽 也就是說 他們總統已經抽了10抽了 中了一個D賞的就是這一隻 不死川 懸迷 就是說剩16抽嘛 然後還有 三隻公仔 還有加最后賞 對啊 那事情到了這個局面 肯定就是包套了 然後他們又再抽兩抽 這個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 他們抽到了 帳面上沒有的G賞 G賞貼滿了 帳面上沒有了 他又抽到了 又多了一隻G 對 好尷尬 悲劇 小賞又多了一個 藏不住 很尷尬欸 這當下很尷尬 他老婆 當時就說 欸 不好意思 G賞明明配率表上面已經滿了 為什麼還有G賞咧 店員就平淡的告訴他們說 可能是不小心混到 混到一番賞 好不小心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就是混籤的意思 他們當時就想說 算了 反正也沒差嘛 小賞也沒差 就再補一張 喔 你說中了欸 又是G賞 而且他們又G之後 又再補一張 然後又G 連二拉二 最後連三的時候才是第一賞 我覺得就已經成了定局 就是混籤啦 就是混籤 這時候他老婆注意到說 盒子裡面剩下 六張 籤子 但是配率表還有八張 那這就很奇怪 這帖文的內容告訴我們說 他不只混了籤 還騰了籤 特別過分 很過分 就是雙重的惡劣 Double惡劣 超壞 這個時候他老婆就說 就剩六抽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結八抽 店員思考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說 那我們就結六抽的金額就好了 剩下他們公司自行吸收 好委屈喔 然後他們思考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決定說 好 六抽他們就抽 抽完之後 一個C賞跟尾賞 也算還行 然後他們就包了 然後結果就抽完那六抽之後 F F H H C 直接消失 又長籤 那這樣子他們都不怕 如果有人包套的話 要怎麼解釋 他貼文最後就很生氣的打說 我就問 請問少了獎要怎麼處理 電源也在第一時間跟他說 這個事情第一次遇到 他們對一番賞也不熟悉 欸 合理嗎 把問題推給客人 店員再推卸責任啦 你上班也才半年多左右 賣一番賞的經驗也算是賣了幾十套超過了吧 對啊 然後有這麼多零零中中的福音戰士啊 我的英雄學院 還有智慧的A番賞 白套應該有機會 就是基本的都會懂 對啊 這種可能不懂 他告訴他們店家說 今天在你們的公司出現了抽一番賞 最不應該遇到的問題 他打的也算是很含蓄 有混籤啊 這種事情沒有事先的告知之外 我們都抽一半了 最重要的是 C賞的簽子 沒了 今天你們公司都不用負責嗎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在半年前也有出現過 在日本的大阪 SEGA的總店 當時SEGA的處理當時是 畢店 我有相關人員全部財源 然後畢店 然後他們今天的公司的做法是 他們店長聯繫他了 跟他們說事後解決方案 公司這邊啊 能幫他做退款的處理 因為當下 看到你還蠻想要C賞的 所以有特別幫你爭取說送一支C賞 魏律就有了 那他那支C跑去哪裡了 講得他們店家去 不講了不講了 再講下去你們店家來告我 然後最後就說 他不在乎啊 他到底能拿到什麼東西 也不在乎明明是你們公司的問題 出了披露 為什麼這套一番賞 還是開開心心的賺錢 不付任何的責任 前面抽的五十幾 抽的那些都是盤納 最後說 他們在零零總總 一直去問他們的總公司 就是最後得到的答覆 還是一樣的答覆 要怎麼批評啊 他們都虛心接受 結論就是這樣子 退款 然後送他們一支C賞 怎麼罵都無所謂 這個提文自己在這裡寫的嘛 你看 什麼批評 他們都虛心接受 沒有加油添付 對嘛 沒有加油添付 你光八蛋 沒有加油添付 媽的長籤還混籤 就長籤 長籤比較過分 混籤其實蠻多店家會混 如果大家抽一番賞之前 怕店家混籤啊 長籤啊 我基本上可以建議大家啦 是可以稍微數一下籤筒裡面的籤啊 你直接就問店家說可不可以數千 但基本上就可以保證你一個面子 對啊其實店家都會讓你數 對他如果說不能數的話 那他心裡有鬼啊 我們能不能數 我們能數啊 拿去 數清楚 數清楚再說 你數會 數三千 五遍十遍都可以 其實我們的自製一番賞 大家看一下我們在抽的這一套 庫伯利克熊 今天如果有客人說要來驗籤的話 我們的說法都是 喔 我們可以驗 假設這一個洞裡面 有一隻庫伯利克熊 驗完之後我們會再隨機放 不會放在這邊 也就是說 數籤啊 驗籤 我們都是可以接受的 還叫做正派店家嘛 今天我們錄的這一支影片啊 都是照貼文上面的內容講的 如果說大家真的覺得 我講了一些不好聽的話的話 那肯定也是我可以做的 啊大家抽一番賞 其實也不用太害怕 來我們這種良心店家 有幸運的 有生育的 還有一些例如說 欸 煙煙店也不出 喔 煙煙店也跟我們一樣 我絕對是有獎 我絕對不會混錢 對 因為他們的生育太重要啦 欸 二十幾萬訂閱 一泡一番賞成本兩萬多塊 那會為了這兩萬多塊 殺我們自己的招牌 不值得 就講今天 進貨量是多少錢嗎 拆對 我給你打一把 五萬塊 再上嗎 十萬 再上 再上喔 十萬再上 這種事情 口說無憑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這個是另外一套 有看清楚嗎 嗯 我算一下喔 等一下 沒打錯吧 然後這樣 OK 算清楚了 今天我們一番賞進貨的成本 這個就是成本 我給你三次機會 等一下 二十喔 有點類似喔 很接近喔 第三次來 二十三 差不多 差不多 二十一萬八啦 那你有沒有認真才 還是你其實是亂法 沒有啊 就是有印象你這樣講過 一套大概多少錢 今天他媽的我付了二十一萬八 我們不可能花這麼多錢的成本 然後為了那一點點的小毛利 去打自己的刀牌 我相信所有網紅店都一樣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憲 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翔起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你今天要求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祝你生日快樂